各位晚安,歡迎收看大甲乾麵突藥時事即食麵 我是花仔星 今天是2018年9月12日星期三 少林寺一向都是佛門清淨地 潛修武術和佛學與世無爭 除了以前的十三棍爭救堂皇 又或者清朝的火燒少林寺之外 很少會和國家大使扯上關係 所以這班世外的少林僧人 一向都是清心寡慾 很少會忍不住的 不過最近一班僧人竟然公然扯棋 究竟受到什麼刺激呢? 我講的是 上個月8月27日上午7點 中國松山少林寺 舉行了1523年以來 第一次的升國旗儀式 五星旗 在國歌的伴奏下升起 一眾身穿灰色增服和袈裟的和尚 一同觀看升旗儀式 一路雙手合拾 向偉大的中共政權 獻上崇高的敬意 不知道這班和尚高僧 又有沒有學下發瘟倫感 感動落淚呢? 真的酷 少林寺掛起五星紅旗 是不是格格不入呢? 這件荒唐的事 連中國網友都看不過眼 形容少林寺這班人 不倫不類 和尚升旗天下頭一租 同時也諷刺 少林寺方丈適詠信系 少林黨支部書記 表示黨爭應每天上午 背仲佛經 下午背仲黨章 每月按時繳納黨費 通常政教互相補助輔助 令江山社職平穩是常見的事 但中共國旗 公然凌駕如來佛祖式家茅尼頭上 綁大過神 真是塔利班和ISIS都不夠僵 方丈表示 有國才有教 宗教人士要愛國愛教 不過 松山少林寺有1523年的歷史 屈服於只是大過鱷魚十幾年 立國69年的政權 這種邏輯我花仔星不懂評論 幸好現在不是少林寺帶領六大支派 去攻打光明頂 扯著五星旗去劈友 這種少林也愛國的精神 很應該繼續應用在其他宗教和民族 讓大家知道 立國6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才是道路真理生命 真是陰崇一中共在萬有之上 無呼習近平姓名已發虛勢 更加要愛中國人如己 其實我們個個都很清楚 在這個偉大的中華大地上面 誰不愛國愛黨 誰就沒有人走 中共什麼東西都要做事 什麼東西都要管 小事如賣菜刀 和賣張車票 都是要實名制 信教這麼大件事 當然要管 1523年歷史的少林寺 對中共來說輕如灰塵 集中不滿意的 整個佛教都可以取替 方丈懂永信之前 要做人大委員 保住方丈的位 如今要少林寺掛國旗 真是佛祖都不夠照 中共才是宇宙最大 至於為什麼今次是1523年以來 少林寺第一次升起國旗 就是因為以前的人 有羞恥之心 又懂得尊重信仰 從來君主去寺廟參拜 甚至皇帝祭天 而不是反過來 要別人寺廟就回來那套 宗教很少會是地位低於政權 誰似得現在某些政權 不知禮義廉恥 不怕會有報應 凡事亂來 難道真是實踐中共老祖宗 毛澤東的與天鬥其樂無窮 至古英雄出少林 如今少林奏國歌 憎人要為國家前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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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莫非少林子十八同仁 即將成為解放軍的秘密武器 中凡建交在職 不知道到時候中國國土上面的 天主教聖堂十字架上 用不需要掛國旗呢? 受天主感召的特首林鄭月娥 又接不接受到 眼前的耶穌像新披五星紅旗呢? 今晚吃麵就吃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大甲乾麵 再會 大甲乾麵 我講大甲乾麵 來自台灣的大甲乾麵 以天然的小麥粉仔 無添加北京油炸 搭配100%純黑豆提煉的醬油 健康好吃又不油膩 還有8款味道給你選 好吃到停不開口 大甲乾麵就是令你想大甲特甲 帶著急大口食的台灣手工麵 快到一開始了 快到一開始了 你的天才可以 你不要磨搭配 你不要磨搭配 你 Не要把那種 你不要磨搭配 你不閃配 你不贅